台长能够帮助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我们来到人间 就是要把身上洗干净 把我们身上的虐脏 灵性 人成激活成 泰区大师说的这句话非常好 人成激活成 你人做得像菩萨了 你难道不能到菩萨了 就像一个人考大学一样 你的分数线已经到了考大学的分数了 难道你什么大学都能进去吗 如果你分数都不到 你再怎么想考某一个大学 你还是考不进去 明白吗 所以台长很着急 我跟大家讲 着急的是父母 只有父母才是最着急 看见你们每天 瘫成痴 看见你们每天 杀鱼这么重 看见你们的孩子 看见你们 每个人都在受这么多的苦 台长心里难过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着急 我不是脾气不好 我着急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世界 大灾难要来 留不了多少人 你知道收的时候是怎么收的问题 所以台长在这个跟你们讲的当中 我就不断的把一些我看到的天上的事情和地上的事情慢慢的 后面可以你们听听 是怎么收的问题 光速仰台上看到就 啾 走了 所以现在的人 说着就着 生的怪病 是过去有过的没有 很多的病是从来没有看的 什么HS啊 我们不知道 什么 太子病吗 这种病 这种病或是有的 现在人患 所以病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患 它是跟着人心走 它是跟着天使走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做善事 现在到了末法时期 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可以有钱 上次 在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也跟我几个国内的好朋友 跟他们提醒了 甚至通过关系 到地震局 我说 可能会再来 但是 因为他们说我们会引起注意 那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震来的时候 是很可怕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地震 有25万人死 我的好几个朋友 不信 他们都是在四川做药业 你们知道 药业的人是很有钱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赚钱 我知道 他的药业当中 有很多的 都是分量不足 有很多的 有点差价 我就知道他活不下来 结果不但他一个人活不下来 他全家 全部埋在里面 你们想想 这不叫暴民 对不对 要记住 暴民如影随形 怎么样 你们现在在末法时期 我不要说你们有没有钱 我不要说你们有没有好的事情 我就想说给你们 如果这个日本的地震 如果这个任何的地震 一事由发生在你们的国家 发生在你们的地区 你能告诉我 你能留下来 你能活下来吗 你能把你的家里的 受到毕竟 留下来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 没几个人 没几个人举手 因为你们的面上太深 你们连着命都活不下来 你们还想到喜欢几个吃鸡群 怎么上去 我给你们提示 你也跑不上去 明白了吧 现在的原因已经可以了 人家一不讲 台长就吃喝的 你不要哭得太多 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 台长红房真的不容忍 我在悉尼红房 跟人家讲 千万念经啊 怎么经好 什么经好 思想做点被约经 大家都知道 叫准极神众 大家知道这个经什么效果 我都跟你们讲过吧 性下事成 对不对 我们一个经重 又去怎么性下事成啊 跑到人家买六合成的地方 眼睛丁皮在那刮 嘴巴里在看 准极神众 你说叫一个人多难啊 所以你叫什么法师 你让这些法师 怎么救度众生啊 他们那些法师 自己在天天念经啊 修行啊 他们自己都跑不过来 道路啊 道路这么多 你想想看 你们白人跑到庙里去了 哎呀 法师啊 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不经初 讲讲给我的故事说 这法师 从来不讲人家好坏 因为他看穿了人世间的事情 啊 他已经看穿了这个事情 所以他坐在庙里的时候 一位一起吵架 都是巨石 一个老婆跑回去 法师啊 你看我的老公 怎么这么这么这么不好 我一个人的老婆也跑过去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怎么这么这么不好 我的老公 结果 这个法师冲着老婆说 嗯 对 他老公没讲的呢 嗯 对 结果两个人 跑过来 法师 我们两个跟你讲 你这个也说对 你现在告诉我 到底哪个对啊 法师 哎 你说的也对 因为人世间的东西 是没有真理可以谈的 没有道理可以谈的 人世间 我告诉你们 是有因果 而没有道理可以讲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找人去评评 找人说 我老婆为什么这么欺负我 我老公为什么这么欺负我 我的孩子为什么对妈妈不好 我把他从小养大 对不起 讨在我 还想看到 你们看不到 他在那里讨完了 要讨一辈子 你们有几个老妈妈 没被自己的孩子讨过去 省吃俭用 钱全部给自己的孩子 你看看你的孩子 有几个小熊 现在的孩子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老老子都有问题了 明白了吗 所以台长从来从女生 都不上来 告诉你 所以台长见了很多人 很有很有钱 他到澳大利 要跟台长讲话 实际上我跟着他很可怜 他身上一长 癌症就是长一种肿瘤了 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卖胆 我只能保持沉默 我只能说 您试试看 多念不经 能行 你就念下去 如果不行呢 你就不要念 你什么办法都可以 但是呢 你如果试试看 那台长会很开心 我只能跟他这么讲 他牛的不得了 后来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讲个品语给他听 我说 一代的风云人 你想想看 有多少伟人 当年在世界上 视察风云 本事大得不得了 几十年之后 又有神技的他 举个简单例子 张学良 当年齐齐事变的时候 视察风云 对不对 在中国小孩子考试的时候 选题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结果他们写 张学友 你想想看 你张学良那哪去了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很感动 你们 我是受命迷 观世音菩萨 你们就把我帮助 观世音菩萨 但是台长心里很明白 我只不过是观世音菩萨 或者 帮助观世音在救援 一定要说法庭 一定要说法庭 但是我没把自己看得很扰不起 我觉得 我今天你们对我这么好 你们今天 每一个人走进来对我这样 等到我做到后台学习时 我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心中没有自己 我只有佛和菩萨 还有众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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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